講哭就到我懷裡哭 你幹嘛弄牌啊 你有病啊 病得太壞了 什麼話 老實說 說什麼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台灣男生非常非常的開心 今天的主題 我跟妳報告一下 是來自於一本書 不是喔 不…不是妳那一本 妳等我去講 我告訴妳 是來自於一篇漫畫 這個漫畫是一個日本的女生畫的 她說呢 她發覺說其實比較過之後 發覺台灣的男生呢 跟日本男生一比 就簡直是一個亞洲版的 就是羅馬人 義大利人 因為她覺得台灣男生非常的浪漫 譬如說她的話 我心裡面其實一直偷偷稱呼 台灣男生為 為什麼 他們溫柔就算了 你只是去觀光幾天 都有可能會失足追逐愛河 他們會幫女友拿包包 譬如說吃飯會不忘記照顧女友 幫女生剝蝦 剝筷子 有沒有 然後還有 日本男生不會耶 但是台灣人是愛死了 還有什麼 騎摩托車載女生 接送會在外頭放傘 年輕人在外面放傘 那 就這些 就是種種的舉動 讓他們覺得 台灣男生怎麼這麼溫柔 這麼浪漫 而今天除了有演藝圈 三位台灣男生作為代表外 我們也邀請四位日本女孩 一起分享他們的戀愛經驗 我們雖然是不一樣的兩本書 但講的應該是一樣的意思 怎麼說 因為這是日本女人寫的 日本女人很絕望 為什麼 因為她沒有來過台灣對不對 OK 這邊舉一個例子 她怎麼寫 她說 這是一個結婚四十年的妻子 丈夫是居家型的 是不會事報也不搞外遇 收入麻麻糊糊 但妻子內心 充滿看不到的不滿 譬如假日兩人出去走走 疲累的枕 回到家後 太太會自動的泡茶給先生喝 太太對自己這種奴性感到絕望 而 這個日本老公對此白出一副 理所當然的態度 還悠哉悠哉的 等她泡茶 老婆泡茶給她喝 對 就是這裡 絕望這兩個字是講女人的 女人們的苦惱 不滿 不安 匯集表現出來的詞彙 哇塞 這本書真的好絕望 好絕望喔 好難過喔 日本的女人總是覺得沒有自信 總是覺得自己不在中心 好像是一直為了別人 不斷地被逼到牆角 這種時候 我們女人感受到的情緒 就叫 絕望 好慘喔 好絕望好帥喔 我想請這個作者來我們台灣 活一陣子對不對 台灣男生這麼多 對 到牆角要接受什麼 所以今天就是要來聊一下 可是這個女生是看到日本 看到台灣男生是婚前 婚後應該也是 絕望吧 這個我們就不太適合 不管我們先講婚前就好了 婚後就是被騙來不及 不過真的啦 日本男生跟台灣男生真的不太一樣 他們沒有那麼浪漫 又比較大男人一點這樣 對不對 別會是日本女生自己要計畫 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我們台灣女生說 我們這裡不要去哪裡 男生就喔喔喔喔好不好 每天都要安排對不對 就是如果能碰面就要想一下 因為台灣女生很喜歡說 去哪都可以看妳喔這樣子 我們這四位女生自我介紹一下 用日文喔 都是日本人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Yuki Yuki Yuki 台湾到台灣 五年 北海道 對 北海道 北海道 到來的 來五年了 莎莎 走 我是莎莎莎 日本人 我是新旺山口家 大家好 我是Kamihara長 明白嗎 糟糕 聽不懂 我有一個疑問喔 為什麼台灣男生看到日本女生呢 另一句話不是Konichiwa 是為什麼是Yamete呢 因為你們的工業很好 對啊 工業發展得很蓬勃 因為我們跟幾個日本女孩子 比較熟 對 對 現在比較熟的是誰 都有 我們後面回答這個問題 好 你說 Miku 大家好 我是大阪來的Miku 我是台灣來的 Miku 我是台灣來的 台灣的日本人 麻煩你 謝謝 妳是一半台灣人 一半日本人 大阪來的 HOP 對 最後Miku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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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Miku 我是Miku Miku 我是Miku 從大阪來的 台灣人 六年 我父母是台灣人 父母是日本人 請請請請 是HOP 媽媽是台灣人 是不是 是 OK 好 舒服 沒有 我沒有那個意思 舒服 太爽 不是 你這麼快就舒服 你什麼事 對 幫他們好 因為這邊 我們今天這邊是女生 他們其實都是 喜歡台灣男生的一些日本女生 對不對 對 都有交過 交過幾個日本女男朋友 跟台灣男朋友 大家給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學姓是 六個日本 三個台灣男生 所以你真的都比較過 對 好 然後SASA是日本男生 沒有交過 沒有 那你怎麼比較 怎麼就是 還好嗎 我覺得 有 有 有 我怎麼老談 沒有 因為 就是 日本男生 其實喜歡比較安靜的人 就是女生 所以呢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像男生 所以 日本男生可能不太喜歡我 因為我今天有追 一年的一個日本男生 然後後來 我有趕他告白 然後被秒殺了 可是我 我那個時候這三口線 他住童金 我大概一個月一次 花了一萬多台幣吧 然後就去找他 然後呢 就聊聊天 兩三個小時 就回上國線這樣子 然後妳們 妳跟日本男生聊天的時候 妳就是一直要負責 那個場面要熱鬧就對了 熱鬧就對了 對 然後就是 講話又要客氣 然後就是要看到 需要什麼東西 就幫他準備什麼的 誰負責講話呢 我 那男生我們在講 他那個男生講過 讓妳覺得最甜蜜的話 是什麼 所以是最甜的 就是最 因為他沒有談戀愛 那不算談戀愛啊 所以就一直能這樣 對 那如果那個男生跟你講 莎莎 我那個可愛 那我會說 什麼 因為就是今天很可愛嘛 所以這句話 就還滿傷人的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每天一樣還是可愛 對 都麻煩 花了一年那個男生決定 這個女生不能交 對 台灣男生比較會接吻 還是日本男生比較會接吻啊 接吻嗎 對 吻 可是我沒有跟他 他沒接過 他沒有接過 他沒有接過 零啊 他沒有真的在銀座上班好嗎 他就是 好酷喔 OK 下一位 Miku講 一個 一個台灣男生 日本人三個 對 就是台灣男生比較那個 還有親切 那吃飯的時候 會先幫女生點 幫女生倒水 不然日本人呢 都自己來 女生幫男生啊 沒有 因為像我之前 所以我們去日本 剛剛跟日本的朋友 在那邊吃飯的時候 然後我們想要喝完酒 想要到旁邊女生說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的事情 那我想說 我們只是朋友而已 剛好幫我們倒 可是他們日本女生 好像覺得這是應該的 然後就讓我們覺得 其實一開始有點不好吃 但後來還滿爽的 很開心耶 但是就是開心開心 所以我們跟日本女生就是和 和 OK 我的海外桃花 那你這樣子去怎麼渴 好 你先不要好了 吃 不是 因為你們喝完一個茶之後 兩個會渴死有沒有 就你看著他 你幫我倒啊 沒有人倒也不行 OK 好 所以日本人不會幫忙倒茶 台灣人會 這個吃不完的東西 男朋友還會幫我吃完 不浪費 很好 對 日本沒有嘛 不吃就不吃啊 台灣男生是滿出魚的 姐姐 OK 各一個 妳講 妳講 我是一個日本一個台灣 對 可是因為日本的 比較小的時候 所以沒有 沒有印象 所以不知道 所以你只起過台灣男朋友 對 起過 好 但我們前面有講到說 這個漫畫是說 你們日本女生覺得 我們台灣男生是亞洲羅馬人 但是你們自己有沒有覺得 台灣男生究竟是什麼樣的外國人 來 雪希妳覺得是 麥特代蒙耶 麥特代蒙 妳覺得台灣男生是麥特代蒙 對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男生啊 這個意思是說 有一些人非常的帥 對 有一些人就 滿醜 滿醜 滿有個性的 所以呢 那個麥特代蒙是 但是有一些人會覺得 他很帥 但是有一些人會說 他怎麼會當明星 是他沒有帥啊 所以我是覺得 台灣的男生可以 就是比喻 麥特代蒙 但是呢 重點是 是 他的就是好劇 那個有點不是外表 是演得很好 演戲演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男生的 重點是 個性好不好 個性好 漂亮 台灣男生戲很好 對不對 完蛋 請問一下 這一排有帥的嗎 第一排 對 今天這個是 謝謝 真的是客氣了 你也很漂亮 日本很厲害 你這樣交什麼樣的朋友 真的嗎 好 那問一下莎莎呢 逗逗先生 他很搞笑 然後 就很 就很可愛的個性 那他不是有常常就是做事 然後就失敗嗎 可是他還是 還是要就是 再努力啊 就是這樣做 我覺得是 有點像台灣的女生跟男生的那個 情侶的感覺 就是男生很努力 就是要 但是那個女生就說 不行啊 怎樣怎樣 被罵了 男生還是在 為了他女生 就是可以很小男人 道歉啊 對 好 再來 美古 就搖到山頭了 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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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